今天晚餐我做的板栗烧鸡 刚好秋天也是吃板栗的季节 鸡肉我用的是这种小角嫩鸡 给它斩成块 我买的是俱乐皮的板栗仁 生吃它是很脆甜的 经常当零食吃 熟了就是粉粉的 比较大个一点 然后搭配一点五花肉 这个是鸡油 一起跟五花肉炒一下 搭配五花肉在鸡肉里面 它的味道更香一些 你们可以搭配一下 放到油锅里面 先给它稍微炒一下 炒出多余的油脂 因为我等会要炒青菜 我就捞出一部分 把猪油也捞出来 这样就没那么腻 再把鸡肉丢进去 翻炒均匀 鸡肉新鲜的鸡肉 我不炒水 我觉得它那种鲜味 会更足一些 只要干炒出 它本身的水分 有点焦黄了 放一点姜蒜 三个干辣椒 一颗巴掌就可以了 再次翻炒均匀 调味我就放了一点盐 然后大概就是三圈的 这个味级鲜 一点点那个老抽 上一下颜色 从锅边转两圈的啤酒 啤酒不要放多了 然后再把这个板腻仁放进去 如果你是用的那种小的 你就不要先放 我的是大的 我就一起焖了 时间可能也就是二三十分钟 刚刚好和鸡肉一起熟了 如果是小的 你就先把鸡肉炖一炖 再放进去 炖东西的火定 你看一下 最小火 纹果慢炖嘛 鸡肉又很嫩 然后这个汤汁也还有 你自己试一下味道 觉得可以了以后 就大火收一下汤汁 稍微浓稠 我给两姐妹捞出来一碗 这个原味的板腻烧鸡 我们自己喜欢吃比较辣一点的 就放一点这种线椒 还有小米辣 鲜辣椒放进去以后 再焖一焖 这种鲜辣味融合 在里面就很好吃 转到砂锅里面 撒一点葱花 今天的板腻烧鸡 供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的个人做法 这边的五花肉 我是搭配春菜 这个是春菜啊 把它切成段 煎好的五花肉油倒进去 我只倒了一半 然后再放上一点姜蒜 泡好的干香菇 一点虾米给它炒香 菜根先放进去炒 它比较厚嘛 所以你切的时候 要放到菜叶的上面 就比较好捞 炒一下 炒到变色以后 再把菜叶放进去 这个吃法是参考的 炒上的春菜包 味道还不错的 放一点盐 蚝油 再次反扰均匀 有鸡精鸡粉的 你就可以加一点 我没有没放 倒一点清水煮开了 春菜包也就搞定了 我个人觉得挺可以的 我蛮喜欢 但两姐妹觉得它有点苦 就专挑香菇在那边吃 干拌豆腐皮 这就没拍了 有点偷懒 就是一些 你给它煎一煎 煎到稍微有点硬了 然后放一点姜蒜 小米辣 葱 然后调料就是辣椒红油 花椒粉 孜然粉 还有一些麻辣线啥的 都差不多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家的晚餐 这个汤汁泡饭 你想想有多香 喜欢可以去试一下 我们先开吃了 明天早上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